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之上第十二章 历代之上第十二章仍然比较长 总共有四十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大卫在喜格拉时和西伯伦时 归顺大卫的勇士们成为军队 我们将这一章的圣经分下堕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二十二节 汴亚敏人 迦德人 马拿西人归顺大卫 第二段是二十三节到四十节 归顺大卫的勇士成为大军 以色列人在西伯伦拥立大卫为王 各位弟兄姐妹们 本章是对大卫率领以色列军队的 一些经验和细节的回顾 为了进一步的强调 整个以色列已经拥护大卫的统治 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专门讲到 大卫得到多助的情况 从大卫还在喜格拉 一直讲到西伯伦 很多很多的勇士 从众多的支派前来 投靠到大卫的麾下的经过 而这一切都在显示着 神与大卫同在 我们为今天选了要节 经文是十六节到十八节 圣经这样说 又有边阿敏和犹大人 到山寨大卫那里 大卫出去迎接他们 对他们说 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 我心就与你们相弃 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 卖在敌人手里 愿我们列祖的神 查看责罚 那时神的灵感动 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 亚马撒 他就说 大卫啊 我们是归于你的 耶稀的儿子啊 我们是帮助你的 愿你平平安安 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 因为你的神帮助你 大卫就收留他们 立他们做君长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二十二节 当大卫还在喜格拉时 投奔大卫的几个支派的勇士们 本章是首先讲到 发生在喜格拉 也就是大卫还在逃亡时期 住在非利式人的城中 这座叫喜格拉的城 位于犹大地的南边 大家可以参考本章的一到七节 撒末尔记上的二十七章 一到七节 非常奇妙的是 在这个阶段中 有很多弓箭手和善于甩食的人 来投靠大卫 与他一同作战 然而圣经当中却交代 这些人原来是边安敏之派的 本来是属于扫罗的 经文于是列举了他们当中的二十三个人的名字 除了边安敏之派来的人 另外还有十一个人 从加德来 大家可以看的是八到十五节 这些从河东过来的勇士 也来投奔大卫 但按理说 他们投奔大卫的 是大卫在旷野的山寨 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亚度兰 大家可以参考十五节到十六节 圣经特别提到 这些勇士在约旦河水涨的时候 从河的东边渡到约旦河西 结果这就挑起了 与住在河谷地带的人之间的战争 圣经的作者用十分夸赞的语气 称这些来自于加德之派的人 都是大能的勇士 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 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 快跑如山上的路 并且这些加德之派的军长 至小的都能抵一百人 有些能力大的 竟然一人能抵千人 当他们在渡过约旦河时 他们竟然使住在平原上的人 东奔西逃 除了以上所讲的 变阿缅人和加德人 经文从十六节到十八节又提到 另外有变阿缅人和犹大人 在亚马撒的带领之下 也去逃奔大卫 这里所提的亚马撒 很有可能是大卫的外上 亚马撒按照经文的叙述 大卫起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疑虑 但是经亚马撒的解释 经文中特别描绘 亚马撒是在被神的灵感动之下 在大卫面前效忠 并声称 他们是来帮助大卫的 他们投靠大卫 乃是有着神清楚的旨意 于是大卫就收留他们 并且亚马撒做了军长 大家也可以参考 撒末尔记下十九章第十三节 因为在撒末尔记当中 也提到亚马撒 另外还有历代之上 二章的第十七节 十九节的经文要交代 当大卫准备和非力士人一起 在基利波山与扫罗 做最后交战时 这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叙述 可以参考撒末尔记上 二十九章一到三节 就在这个时候 马拿西之派的人 也来与大卫联盟 我们在读撒末尔记时 知道非力士人的首领 怀疑大卫的动机 于是让大卫回喜格拉去 后来那些与大卫联盟的马拿西人 就与大卫合力抗击群贼 这些贼人特别是指着 曾经喜结喜格拉 并掳走了大卫和跟随的人的财物 及人口的人 后来那些亚马利人 被大卫手下的军人击败 人口以及财物通通都被夺回 大家可以参考的是 撒末尔记上的第三十章 接着是本章的第二段 二十三到四十节 这一段讲到 逃奔大卫的人十分众多 渐渐的就组成了极大的军队 在本段中提到了大卫在西伯伦登基 大卫王得到了全体以色列人的爱戴和拥护 历代志的作者列举了 当时出席了大卫做王庆典的代表 这其中包括了每一个支派的成员 像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所讲的 大卫之所以能获得以色列人普遍的拥护 应该说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和其他人的功劳是明显的 大家可以参考 由于大卫王已经得到了王权 所以圣经上说 以色列人便来把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 大家可以参考的是本章的第二十三节 而来参加登基的各个支派所来的人数的总数超过三十万 可想而知那一时期以色列人的人口很多 按照经文的记载 大卫登基的过程总共历时三天的时间 这其中包括重要的典礼以及庆祝 以色列人本身也非常重视这一盛大的典礼 按照三十八节到四十节的叙述 人们将许多面饼 无花果饼 干葡萄 酒 油 用驴 骆驼 骆子 牛 驼来 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 因为以色列人为大卫做王 而甚感欢乐 之所以会有这样欢天喜地的光景 是因为在三十八节当中说 以色列人也都一心一意 要立大卫为王 所以至此 一个可以象征和表明 尼塞亚国度王权执政的政府 正式的在以色列历史上成立 在大卫的执政中 从一开始就看到伟大以色列的神 极大的赐福 以及以色列百姓 从心里往外的 同心 协力的拥护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 历代之上第十二章 虽然经文长 但是本身的叙述也并不复杂 我现在在外面服侍 对不起 舌头上又长了泡 大家可能在听我讲的时候 也会发现 我个别字的咬音并不清楚 请为我祷告 好在目前所读的这些章 内容由于与 撒末尔记的内容有重复 因此我们就不用太多的来讲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依然盼望大家 每一天都带着喜乐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主面前 也愿天父 将他又荣耀又甘甜的恩典 拜祟你和我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愿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 神奇妙恩典和真理的光 都能够照射我们这卑微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的脚步 可以一直在他喜悦的法则中行 他的爱避在你我的身上 一直复辟遮盖和保护 直到永永远远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